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话说大傻手里这把枪挺厉害啊 硬是把押运车给打出了油罐车的感觉 一趟线全着火了6666 大伙可能是没抢过钻石 这东西在手里啥用没有 必须得卖出去才能有钱 于是他们找到了中间人李云飞 让他牵头帮忙找买家 本来这么大的案子李云飞是不想碰的 但他能从里面抽不少佣金 碰巧最近手头有点紧 索性就答应下来 到了交货这一天 买家和卖家都到位了 李云飞在其中调和 咱们开头就知道 大傻生性残暴建钱不要命 收了买家的钱还不想给钻石 来了一个黑吃黑 两伙人叮当的打在一起 钻石机缘巧合之下 落到了李云飞手里 李云飞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 那还说啥了 赶紧跑路吧 香港是待不下去了 可以去外地发展 把钻石一卖 他又是一条好汉 于是他找到了舌头七起 约定好晚上七点坐船偷渡 刚一出门就碰上警察 在四处找他 他赶紧把钻石藏好 然后就被警察抓住了 大傻黑吃黑死了不少人 警方震怒 虽然不知道这事 跟李云飞有没有关系 但总得抓起来 问问不是 李云飞是社会上的老油条 不可能你抓住我 我就啥都说 那我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反正就是打死也不说 这时候咱们的星仔就登场了 他名叫蟑螂 是一个卧底 已经卧了很多年了 卧底是七里子散家破人王 女朋友以为他是小混混 你没有未来 所以现在已经跟他分手了 他急需转职成警官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他的任务没有完成 顶头上司死忠拿着他 你不把这案子破得明白的 我给你转什么证啊 做梦去吧 总是趾高气昂的样子 属实是对他有点不尊重 蟑螂为了美好的前途 只好再一次低下高傲的头颅 假装成犯人跟李云飞套近乎 他们俩被一起送往看守所 在押送途中 受到了大傻团伙的阻击 大家注意看啊 前面这个开车的小警员 正是歌神张学友的弟弟 影帝张家辉 传说中的龙套辉 这种不知名的小角色呀 演了很多很多 龙套辉慌忙之下 把车开到了山崖下 李云飞和蟑螂趁乱逃跑 他们俩的手被靠在一起 所以只能一起跑 来到舌头七起之 得知七点的船已经开了 他们来晚了 如果想坐下一班 每个人得花五万块钱 这简直就是趁火打劫 蟑螂害怕李云飞跑路 所以激化李云飞和七起的矛盾 让他们互相打了起来 他们俩在人家地盘 干不过人家 只好跳入水中跑了 李云飞领着蟑螂 找到自己的兄弟小白莎 小白莎想办法 解开了他们俩的手铐 这时候蟑螂 没有理由再跟着李云飞了 被李云飞赶了出来 他赶紧打电话 通知自己的上司 上司给他的答复是 现在已经确定 李云飞跟黑石黑的案子有关 你赶紧去找李云飞 跟他套近乎 找到那个黑石黑的团伙 蟑螂当时就懵了 已经被赶出来了 还怎么套近乎 怎么套 你告诉我怎么套 但上司让他套 他就不得不套 回去的路上 正好看到小白莎 鬼鬼祟祟 原来他把李云飞给出卖了 黑石黑 那场战斗中 被吃的那会儿黑不干了 不管吃我们的四贼 但是你李云飞是担保啊 出了事就得先找你 来了四五个人 要熟视李云飞 正在李云飞 跟他们搏斗周旋的时候 蟑螂横鼓杀叔 拿出壁纸刀 逼住对方老大的蛋蛋 老大为了护住蛋蛋 只好放了李云飞 李云飞四天想后 香港已经待不下去了 还是得跑路 于是就想跟一个大哥借钱 大哥也挺现实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想借钱不可能 你要是能帮我办一件事 我就把钱借给你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不就是事吗 办还不行吗 他们俩以为是收一笔烂账 结果到现场之后 发现是抢劫 而且他们是负责 开箱杀人的那个角色 李云飞当时就不干了 杀人是万万不行的 这个钱我们不赚了还不行吗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方不让他俩走 非得逼他们俩下手 李云飞只好对着他们俩下手 把他们俩干倒之后 还得接着凑钱呢 李云飞实在没办法 只好找到自己的前妻借钱 前妻是家庭主妇 拿不出那么多钱 只拿出五万 够一个人的偷渡费 在这期间 他们俩住到了蟑螂家 蟑螂有个前女友留意人 因为她的小混混身份 不跟她出去线了 李云飞一看 这个经历跟我咋这么像呢 我的前妻也是这么没的啊 不知不觉间 俩人就有了深厚的革命情感 这李云飞特别重感情 很欣赏蟑螂 非得要跟她结拜 蟑螂有苦难言 我是警察的卧底 就是为了抓你 你还要跟我结拜 整的确实挺带 更闹心的一件事是 李云飞得知蟑螂没有偷渡的钱 冒险拿出一颗小钻石 让蟑螂换钱去 更更闹心的一件事是 蟑螂把李云飞的偷渡时间 告诉了上司 上司直接把消息散布出去了 要拿李云飞当诱儿 勾引大傻 这简直就是要了李云飞的性命啊 蟑螂夹在中间是相当难受 到了偷渡这天晚上 蟑螂决定不去案发现场 李云飞在船上是 左等右等也等不到兄弟 但他等到了大傻团队和警察 双方一触即发 火并在一起 蟑螂良心发现在万军从容 将结拜大哥就走 自己肩膀中了一旦 警方尽管准备了一万多人 客警啊飞虎队啊啥的都有 但还是被大傻一会儿给跑了 李云飞带着蟑螂前去医治 一夜过后蟑螂的伤好了很多 他得知自己的女友刘云 马上就跟别人结婚了 蟑螂当即立断 和李云飞一起去挽回刘云 在教堂里 众目睽睽之下 蟑螂终于吐露了实情 鹰子 其实我一直不敢说 我是一个警察 正在卧底办案件 要抓李云飞 那这就是李云飞 李云飞赶紧配合 啊对 我就是李云飞 啊 你是卧底啊 他反应过来 赶紧就往处跑 刘云人一听 啊 原来你是警察 不是混混 太好了 我爱警察 小两口的隔阂 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刘云人终于又属于蟑螂了 李云飞这边 遇到了抓他的大傻团队 蟑螂怕他一个人吃亏 赶紧全去帮忙 最后的决战是 蟑螂李云飞 大战大傻团队 大傻他们还抓了 刘云人当人质 蟑螂集中生智 用下水道钻弯法 钻到了大傻 他们的特意 开枪把大傻击毙 然后他又帮助李云飞 钻到下水道里 把钻石也带走了 逍遥法外 本片完 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圆满的结局 剧中讲义气的兄弟俩 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数 这种警匪卧底片 咱们也看了不少 基本上所有的卧底 卧底都是相当难受 希望大家以后 不要去当卧底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想看本片的小伙伴 订阅号 关注牛叔叔电影 回复本片的片名 就会有资源哦